这是一个很屌的小车车 真的很屌 反正花样挺多的 买了一对 一个蓝的 一个黄的 打开是有灯光的 而且不带音乐 好评 有这么一张小小的温馨提示 貌似随便找个容器给它 它就能跑起来 另外还送了个透明的球 小车有一档和二档 先放进球里面试一下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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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自己就转起来了 有点像仓鼠 感觉有点乏力 还是先给它充满电吧 灯灭了就是满电了 直接来个二档 这俩都给它装进去 送的这个透明球 总感觉很容易松 有点太活泼了 不知道是车的问题 还是球的问题 还是地面的问题 反正往这一放 它就翻车 每次都这样 拿在手里的话 它倒是可以很容易的 保持这个跑圈的状态 试一下裸跑 哎呀乱穿 翻车了 再来一次 翻车了 还是太过于活泼了 也难怪得找个容器 给它束缚起来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又翻车了 说来惭愧 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容器 只有这么个烧水壶 也许水壶这个面太垂直了 所以它根本就跑不起来 也像那个透明蛋一样 带点弧度才行 在这里面 除了翻车还是翻车 翻了 再光滑到地面跑一遭 跑 转 哎呀 哎呀 又又 干嘛呢 哎 这就乱窜� Mistress 哎呀 紧动了 再来一下 哎呀哎呀 转起来了 合着这世上只有百年之约 不会转是吧 这个东西其实挺多玩法的 我还没怎么研究 最大的感受就是老翻车 而且续航比较短 跑不了两下就没电了 就这样吧 下课